用力揮漂亮殺球得分 臺灣羽球黃金男霜李楊王麒麟 在巴黎奧運摘金之後首度合體 以頭號種子之詞出戰台北公開賽 三十二強賽對上了法國組合 首局只讓對手拿下七分 僅僅花十一分鐘就先下一程 比賽來到第二局林楊佩雖然一度落夠 但是馬上連拿七分反超 最後以二十一比九拿下第二局 只花二十四分鐘就勝出 由於李楊已經轉任教授 王麒麟也有新搭檔秋象節 兩人能夠在一起比賽真的很難得 這也是他們在臺灣的最後一舞 連金牌拳後林玉婷都低調到場 幫他們加油 而林楊佩也力拚 在家鄉能夠再拿一座冠軍 台北公開賽的另外一個關注焦點 選擇是臺灣一哥周天成三十二強遇上泰國好手 兩局比分都是二十一比十三 花了三十八分鐘直落二勝出 周天成在日本公開賽使用呼吸阻力氣時過激 導致左肺炮跟周圍軟組織受損 打完冠軍賽之後腳底又起水炮 這一次帶傷挑戰台北公開賽第五冠 就看他之後表現能否順利殺進冠軍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